秦晨的阵法造诣呢 他们清楚 之前在废墟外 破开天然阵法时 众人见识了 本来除了秦晨之外 众人还有一左伟 可以替他们破阵呢 可现在 左伟打赌认输了 成秦晨奴仆了 他们这些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秦晨 嚣张得意 可恶啊 所有人内心愤怒 双全紧钻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恨不得 一拳把秦晨头打爆了 但此时此刻 面对离开的诱惑 他们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生怕秦晨毁掉传颂阵 不知阁下 想要我等交出多少灵药 玄音阁洛英长老 陈生长 师父 洛英长老 洛英长老身边的少女紫薇 以及所有人 都是惊恶地看过来 洛英长老摆摆手 我等能来到这里 都是因为此人 而且此人还补权了 传颂阵 交出了一些灵药 倒也不算过分 洛英长老 淡摸道 此时得到化尊草的他 根本不想跟秦晨纠缠下去 相比交出一些灵药 他迫切需要的 是寻找一名炼药大师 炼制出化尊丹 让纸薇突破到六阶五尊 最终加入飘渺宫 阁下大仁大义 在下佩服 秦晨微微一笑 既然阁下这么爽快 本少也不藏着掖着 本少辛辛苦苦让诸位进来 又让诸位出去 耗费太多精力了 这样吧 本少也不多药 根据美人情况不同 本少所要的灵药也不同 像阁下这么爽快 本少只要阁下在阵法禁止中 得到的灵药的六成 也就行了 什么 六成 所有人震撼地看着秦晨 脸上浮现出怒气 这家伙疯了吗 就连一开始脸色 还算好看的洛英长老 此时气得也是脸色发白 眸中爆出了寒毛 其实他一开始以为 秦晨说的什么 辛苦费啊 也就是几株灵药罢了 这样场上这么多事例加起来 那不算一小数字 可谁知道 对方一开口要自己身上六成啊 这岂不是自己辛辛苦苦打开阵法禁止 他吃肉 自己就只能喝汤了 咳下好大的胃口 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洛英长老脸色难看 厉声道 他气得是浑身发抖啊 如果不是有防御阵法 他早出手了 秦晨脸色也阴沉下来 冷声道 阁下这么说话 本少就不爱听了 你先前也说了 你们能进来是一位本少 能出去也是一位本少 你们什么都没干 只是随随便便 消耗一些真理 得到了四成的大量灵药 还想怎么着 你 洛英长老气得浑身发抖 你知道我们玄音阁 是什么势力吗 连着百朝之地的诸多王朝 都不敢这么和我们说话 我劝阁下还是多考虑考虑 这天下 不是有个靠山就可以无法无天的 哼 威胁我 秦晨目光一露 我管你什么势力 本少最不怕的就是威胁 既然本少好意都不要 现在本少改主意了 想要出去 你必须交出从药田得到的七成零药 否则 你就继续待在这吧 你 秦晨语气冰冷 洛英长老气急 话都说不全了 一时间 厂商陷入了凝制 谁也不敢轻易表态 这一张口就是六成七成 狮子大张口啊 如果是几株 他们给也就给了 一下给这么多 谁乐意呀 只是呢 要不交出灵药 他们也离不开呀 如果有一阵法大师就好了 这么一来 他们根本不用受制于秦晨 诶 另一个阵法大师 突然周寻目光一亮 不经意地看了眼阵法中的所谓 他眼珠子一转 低声跟身边的中年宗位队长传音几句 周寻对着秦晨冷冷的 哼 谁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呀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秦晨说的应该是真的 毕竟如果做假 太容易揭穿了 秦晨当然知道周寻的意思 应该不是不相信他的话 而是想讨价还价 他冷笑一声 说道 除了相信我 你们有别的选择吗 如果你们能从别的出口出去 那尽管去好了 本事要不收你们一非一毫 众人脸色难看 这秦晨说的还真是事实啊 现在他们除了相信秦晨 没别的办法了 如果有别的出口 他们岂会跟秦晨废这么多话 早出去了 你轻轻松松 一张嘴就是六成 是不是太多了 周寻冰冷的 秦晨摆了摆手 但人道 我首先说明两点 阁下要交的灵药是八成 不是六成 其次 本少可一点不轻松 在外面本少已经偶心立血了 进来之后 本少更是几天几夜不眠不休 光是振起我练了几百根 消耗的练气材料无数 这些难道不是成本吗 夏不柔听了好笑 他这几天呢 一直注意这秦晨呢 这几百根镇起 绝大多数都是左尾练的 材料啊 也是他出的 其实秦晨自己根本没练多少 在那不断说辛辛苦苦 太狡猾了 不过吧 他没说出来 因为不管阵骑谁练的 至少阵法是秦晨墓的 说大力气是秦晨出的 肯定没人反对 啊 这十台传送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凭什么霸占 你又怎么知道没了你 我们自己不能激活呢 那根秦晨不对头的六节武宗 此时脸色阴沉 吼了一句 那外面的阵法禁止也不是你的 你凭什么霸占呢 秦晨冷笑一句 硬得不成 啊 想讲道理了 可惜就算讲理 他们也讲不过 算了 不必争了 八成零要是吗 本店同意了 就在这时 周寻突然阴沉着说了一句 众人惊恶地看着周寻 他居然同意了 这不像周寻性格呀 你能保证只要我们交出灵药 就真能离开这儿吗 没有其他要求了 周寻目光冰冷 没错 好 一人图 你戴上本店的储物戒指 把刚才得到灵药交给这小子 周寻把自己储物戒指拿了出来 递到身边的宗位队长手里 而后他冷冷地看着秦晨 小子 本店刚才得到的灵药 全在储物戒指里 我会把其中八成灵药 留给阁下 只要阁下一拿到灵药 就得放我们几个离开 没问题吧 没问题 秦晨点点头 周寻朗声道 诸位都看好了 本店现在把手下的灵药交给对方 如果他不让我们走 那就是骗我们 到时候咱毁了他的防御阵法 本店倒要看看 他说的传送阵法到底是不是真的 话音落下 名为一人图的宗位队长 当即拿着储物戒指走向了石台 众人都是瞠目结舌 看着周寻 这家伙真要把八成灵药给对方 这也太豪迈了吧 这可不像周寻 要知道周寻之前得到过七届灵药 他能舍得交出来 更何况 以周寻个性 不掠夺他人身上灵药 已经算仁慈了 居然还能主动拿出来给这小子 而且一交就是八成 这显然不可能的 但心中虽然怀疑 可看着一人图带着周寻的储物戒指 进到阵法之中 众人又都怀疑了 难道这周寻转性了 为了离开这儿 哪怕在他身上割肉 他都能忍 不管怎么样吧 周寻第一个上前 还是给在场众人一个参考 他们都想看看 周寻交出八成灵药后 秦晨会不会真的放他们离开 众目睽睽下 一人图在秦晨的放行下 来到了石台下方 停步 石台上 秦晨冷声说道 一人图也乖乖停下了脚步 灵药呢 交出来吧 交够八成 本事要自然让你们离开 秦晨居高临下 冷冷的 灵药在这里 这大洲王朝最强的宗卫队长 一人图 举起手中储物戒指 与此同时 嘴角突然勾勒出一丝宁笑 他眼中闪过一道凶芒 说道 想要灵药 做梦吧 给我去死 一人图话还没说完 手中突然爆出一股 骇人至极的恐怖真理 一拳朝着秦晨猛轰过来 轰的一声 这一拳轰出天崩地裂 一人图乃是周群宗卫队长 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 可以说 他是场上最强的几人之一 他一拳力出手 威势何等惊人呢 只见漫天真理洪流化为汪洋 瞬间朝秦晨吞没过来 陈上 一旁的黑挪见状 天魔帆瞬间出现在手上 暴露而出 迅速地拦在秦晨身前 与此同时 石台周围大阵瞬间被启动 一道浑浩道极致的光幕 瞬间出现于秦晨面前 堪堪挡住 一人图的攻击 轰的一声 整个大阵上光芒璀璨 荡漾出惊人的波动 外面的舞者看到一人图 突然抱起动手 震惊的同时 明白他的想法了 他是想最短时间内 制服秦晨呢 几乎同一时间 所有人纷纷运转体内真理 显然都是想趁一人图动手的机会 一同占据阵法 可没等他们出手呢 就听轰的一声 一人图进攻 轰在秦晨面前的光幕上 无功而反了 别说制服秦晨 甚至连破开阵法 他们都没能做到 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什么阵法呀 这太可怕了吧 一人图可以说是场上最强的几人之一 抱起出手 竟然没对秦晨造成丝毫的伤害 你以为本少不知你们的想法吗 与此同时 秦晨嘲讽的声音传来 语气中充满了冰冷 想要趁着地上灵药的机会 制住本少 你们可真天真呢 是吗 进攻被拦住了 可一人图脸上 没有丝毫的失落和慌张 反而却流露出一丝 阴谋得逞的微笑 走 他一声抱贺 猛地抓住一旁 根本没人注意的左伟 身形在刹那间暴退 几乎一眨眼功夫 把左伟从阵法中带了出来 陛下 性不辱命 一手提着左伟 一人图瞬间落到周寻身边 淡淡的 好啊 周寻大笑出声 拍拍一人图的肩膀 而后嘴角擒着冷笑 看向秦晨 小子 你以为本皇子派一人图进来 是杀你吗 你想太多了 本皇子目的只不过是想把我 大周王朝 泽伟大师救出来 有了泽伟大师 我看阁下还怎么嚣张 你真以为传送阵法只有你一个人能开吗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场上所有人都呆了 同时呢 他们一个个露出了狂喜 好一个声东击西啊 看到秦晨和黑奴的反应 显然 对方也根本不信周寻 早对一人图有所防备 可他们怎么都料不到 一人图的目的竟然不是他们 而是之前被秦晨赤数的大周王朝 左伟大师 这个左伟呢 乃是六阶阵法大师 并且这小子顾阵时 左伟也在一旁围观呢 以他的造诣 若那秦晨能布下传送阵 那左伟同样也能 如此一来 众人根本不用管那秦晨如何 依靠左伟大师 依旧能离开一境 啊 陈少 黑奴脸色难看 显然 他也没料到 对方目标竟然是左伟 眼神是懊悔无比 秦晨的脸色 同样是冰冷万分 他说道 左伟 你身为本少奴仆 待在那干什么呢 还不给本少回来 奴仆 周寻冷笑 左伟大师乃是我 大周王朝这法大师 岂能做你的奴仆 怎么着 急了吧 周寻得意晚分 对自己的决断充满了自傲 他微笑地看向左伟 说道 左伟 过会儿我等出去 可就靠着你了 只要你能让本殿离开此地 本殿保证 推荐你成为我大周皇室供奉 每年享受大量福利 多见六皇子陛下 离开秦晨控制范围 左伟一身轻松 他对着周寻微笑他 秦晨却是脸色难看 周寻 你也太天真了吧 此人根本就是一废物 之前在废墟外 他连天然阵法都破不开 凭他也能催动传送阵吗 痴人说梦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看向左伟 说实话 他们也有点忐忑 也不知左伟能否催动传送阵 毕竟 石台上的纹路 根本看不出现代阵法痕迹 按这小子所说 这可属于远古阵法范畴 左伟能不能催动 还真是一个未知数 一旦左伟做不到了 他们最终还是得受制于秦晨 感受到周伟紧张的目光 左伟洒脱一笑 哎 诸位 还请放心呐 那传送阵 老夫想催动 轻而易举 哦 是吗 阁下何时变得这么厉害了 秦晨叱笑道 众人对于左伟的态度 也是表示怀疑 哈哈哈哈 左伟放声大笑 看着秦晨的目光 充满冰冷的杀意 小子 你或许不知道吧 之前老夫练的 所有六阶基础阵棋 都曾做过手脚 何笑你还蒙在鼓里呢 一个臭小子 你也想做老夫主人 哼 不知死活 左伟得意地对众人说道 诸位放心 老夫不需要重新布置传送阵 此子布阵用的阵棋 80%都是老夫练的 老夫只要掠实手段 就能把对方阵法权限 统统反控于手 周寻大喜 他还真没想到 竟然有这么一意外收获 哈哈哈哈 周伟啊 马上把阵法控制权接管过来 周伟也都听到了吧 过会儿随同本店 勤住那小子 等本店开启传送阵的价格 定然比辞职厚到许多呀 周伟兴奋的是无以复加 不得不说 秦晨这举动 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旦等自己掌控了传送阵 到时候 其他人身上的灵药 那不是任自己挑吗 什么 你在阵棋上做了手脚 闻言 秦晨则是大惊 他惊怒地看着左伟 脸色瞬间无比苍白 嘿 你以为呢 把老夫当狗一样使唤 这是你自找的 看到秦晨愤怒的表情 左伟的心头啊 别提多畅快了 那是扬眉吐气 夏吴桑和夏宇柔见状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秦晨还是太天真了 在废墟外他赢了 非要将左伟收在身边 这种家伙岂能甘心为你做事啊 一旦有机会 定然反咬一口 周寻则是更加兴奋了 他大笑道 左伟 你还等什么呢 还不把阵法控制权夺过来 没了这些阵法 我看这小子怎么嚣张 是 笔家 左伟恭敬行礼 而后音笑了一声 双手迅速地捏动手绝 一股无形的精神力瞬间弥散了出去 嗡 这些石台周围的阵法 瞬间震颤起来 仿佛不受控制了 众人是瞪大双眼 忍不住激动万分 看这样子 似乎是真的呀 这左伟果然脚啊 假装沉浮于秦晨 没想到暗中做了这么多的手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